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有谱了吗 传出时间点就在7月1号 也就是中共党庆当天 不过适逢台八断交之际 这两岸关系相当敏感 蓝队议员都传出了不少声音 认为台北市长柯文哲根本不应该出席 对此台北市府也坚决表示 双城论坛只是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 所以目前仍然倾向会继续举办 市长双城论坛还要去吗 针对台北上海双城论坛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回应就是不回应 因为中国大陆挖墙角台八断交 敏感时机一度传出卡关可能办不了的双城论坛 终于获得拍案 双城论坛还是维持在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 那目前其实双方的幕僚也都还在协调中 并没有什么改变 撇清只是城市和城市交流 传出双城论坛压定7月1号到3号 台北市长柯文哲会率领副市长邓家基等幕僚 拜会上海市长应勇 由于实质敏感的中共党庆期间 北市府内担心柯文哲在上海活动 遭不对等货欲穿小鞋 因此多增加两岸幕僚 一同前往 但巴拿马和中国建交才惹的两岸关系 有点紧张加上7月1号正逢中共党庆又是香港回归20周年 实际敏感传出蓝绿议员难得有共识认为柯市长根本不应该去 现在去不是交流 是投降 这不但被中共当成统战的工具 而且会用来分化柯菜关系 因为很明显的中共会拉柯打菜 没有什么决议不去这回事情 我想这是误传 其实没有必要太去做政治考量 因为它毕竟是城市之间的论坛 那形意里如宜 按照过去的方式 反而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样子有什么很特别的政治动机 每年固定登场的双城论坛 纵然时间点有点敏感 但柯市长喊出两岸一家亲 面对蔡政府两岸政策僵持 柯文哲登陆交流 格外引发关注 欢迎收看苏云宽 吕家横 台北报道